來到主期問功課的時間 有我Patrick Sir在這裡解答大家一些英文的問題 之前我準備了一些關於小五情分史的內容 的題目和大家分享 立即收到很多小五同學的問題 現在我們接通了小學五年級的吳冥峰Rex Hello Rex Hello 你好Rex 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我想問一下關於幾條連接詞的問題 連接詞我們叫做conjunctions 其實所謂連接詞就是要連接兩個句子 所以我們要弄清楚兩個句子的關係 首先我們一起看一下 You should wash your hands 你要洗手 第二個句子就是 You have meals 你就要吃飯了 你要吃東西了 你要洗手和你要吃飯 那當然是你吃東西之前要洗手 逢是分前後呢 我們也是填 before 或者 after 現在呢 因為我們要跟後面那句 那是吃飯前還是吃飯後呢 洗手 吃飯前 對啦 雖然吃飯後其實也可以洗手 但是我們沒錯 這裡多數都是叫大家吃飯前 before you have meals 所以這裡不是填 before 看看第二句了 The toy cars will move You turn on the power 你穿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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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它才會動的嘛 所以呢 如果我是跟後面那句的 The toy car will move 在你穿了那個車之後 它才會動的 所以就是 after you turn on the power 第三條 I don't want to buy it 這個很簡單 我不問你了 因為那個因果關係就是 我不買 原因就是 很貴 because it is too expensive 最後一條 The weather was not good 天氣不好 我們仍然 We still enjoy the picnic 我們仍然很享受那個旅行 為什麼呢 那就是說 雖然 一定是 因為這兩個句子相反 天氣不好 我們應該是不享受的 但是現在他說 我仍然很享受 那就是有相反的意思 通常相反的意思 我們要是用ado 要是用but 那記住ado 和but 就不要放在一起用 就是說 有很多人 經常這個位置 就會把but 下去 那就是錯的 那如果我要用but 也可以 那我可以個句子變成 就這樣 The weather was not good but We still enjoy the picnic 那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用ado 就不用用but 用but 就不用用but 就不用用but 好了 清楚了嗎? Rex? 清楚了 麻煩你了 那下次再有問題 再找我們吧 好了 接著有另一位小五同學 就問這個問題 看看這個問題 這些呢 全部都是關於pronouns 代名詞 看它現在讓你選擇的 都是一些叫做 personal pronouns 就是 譬如 I We He,She,It 那些 那些 或者possessive pronoun 即是 his,her,our 等等這些 好了 我們一起去看 其實都很容易 This is not Calvin's car It is 通常放在最後 這些通常不會 It is my 我們先選走答案 又不會 It is I 這麼奇怪 好像很容易 這個詞是我的 我的 所以 It is mine 同一系列 還有哪些 It is ours It is his It is hers 等等 就是這類型的 Number two Peter washes什麼 car every week 這條很容易 His car 這些叫possessive pronoun 即是 後面扔了個名詞 一定是用his 這種的了 第三條 Please pass the dirty dishes to Mary 將一些髒碟交給Mary She will wash 他會洗 當然是說dirty dishes 所以你看到有中數 當然是用them 多過一的 Number four The postman is sending 什麼新 letters 首先 We一定是錯的 在這個位置放在這裡 We是走投的 要麼是them 要麼是us 我們看看下一句 Let's go downstairs Let's 其實是 Let us 的簡寫 其實有個us字 這個也是us sending us some letter Let us go downstairs 我們接通了小學五年級的黃樂鳴Sophie Hello Sophie Hello 我想問一下 你是否有問題想問 是呀 我是想問一下 究竟 a little little a few 跟a few 是有什麼分別的 好呀 不如這樣吧 我很快就說了一個分別 然後你試試做這些答案 好嗎 好 其實很容易的 首先搞清楚一個分別就是 feel跟a few 都是說關於一些東西 是數到還是數不到的 數到 沒錯 那你已經搞清楚了 關於數到的 就是用a few 或者feel 數不到的就是little 或者a little 是嗎 是 好 數不到和數到 但是兩個都是說關於很少的 但是還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都是小 例如我舉個例子 後面我用people people當然是用feel people 或者a few people 是嗎 好 如果我說feel people 就是我們中文所說的 哎呀 怎麼得那麼少人 feel people 得那麼少人 但是如果我想說 咦 為什麼只有幾個人 真的數到很少有幾個數量在這裡呢 就是a few people 舉個例子 有幾個人來了 那用a few還是feel a few 沒錯了 咦 為什麼那麼少人呢 why are there so few people here 沒錯了 明白了嗎 就是有個a字呢 就是真的有些數量的 而沒有呢 就是就這樣表示少 哎呀 這麼少的 這樣 好了Sophie 試試你做了 No.1 I just have money 數不數到嗎 數不到 我覺得很少錢應該是 little I have little money It is not enough for me to buy the book Can you lend me some money No.2 Although he is poor and sick 他又窮啦 又病啦 跟著呢 什麼people want to help him 你覺得我會說 雖然他很窮 但是有幾個人會幫他 還是 雖然他很窮 但是得很少人幫他 但是得很少人會幫他 沒錯啦 得很少人嘛 不是幾個人嘛 得很少 剛才我講過呢 這種就是應該用什麼 Fill Very good 好了我試試做了兩條 There is 得很少牛奶剩在這裡 還是 有少少牛奶剩在這裡 I think I have to buy another bottle A little 我們說我要買個弟樽 因為 沒有什麼剩 還是 我會說 有少少剩在這裡 所以我買個弟樽 應該是little 不是a little 沒錯啦 我再說一次 我們如果是特意說個數量的 我們先加個啊字的 如果我只是表達得那麼少的那種 我們就不用加個啊字的 所以這條就是 There is little milk left 哎呀 得那麼少牛奶剩在這裡 那我去買新的了 好 最後一條 I have many stickers Hope they are useful for you 想清楚 我希望我有一些貼紙 希望幫到你 就是我給你 我給你我會是 真的給你一些數量 還是說我得很少 還是我有幾張 A few Very good 是真的有數量的 所以 I have a few stickers Hope they are useful for you 清楚了嗎 好了 然後我們有一位 小三的同學 月月就問了一些問題 Write the questions for the answers below 這些就是考你 你懂不懂一些 question words 就是用對 question words 我們問問題 其實離不開 所謂 question words 即是我們又或者叫W-H words 即是那些 譬如 What When Why How 這些都是W-H words 還有很多的 Which Whose 等等 一齊看第一條 如果答案它說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我去上學的時候是搭巴士的 他特意間隔著by school bus 即是告訴你 你當然是問別人 你怎樣上學 怎樣做法 當然是問how 當然是問how 我們用how 然後因為present tense I go to 所以你也是用最簡單的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OK 我們要留意 tense 因為present tense 你會用do來問的 第二條 My birthday is on the 18th of October 給你日子時間 那當然是用when 是不是 When 看它的動詞 它是is 你就用is When is your birthday 其實這些都有很多變化 因為它是用my birthday 你又要變回your birthday 記住 第三條 I bring an umbrella with me because it will rain today because 因為下雨 那當然你答得因為 那當然是用why來問的 然後因為present tense 又用do Why do you 又變you了 Why do you 當然可以照抄 bring an umbrella with 跟著me字 就變成you Why do you bring an umbrella with you 好了 最後那條 我就留給你們試試做 好嗎 暑假話這麼快就過了 很高興 我可以在這裡解答 各位同學仔 不同的英文二難 亦都要多謝各位導師 這幾個星期的幫忙 我相信各位同學仔 你們在中英數方面 都增進了不少知識 為你們未來的學習 打好基礎 希望有機會再解答你們的問題 呢 對 聽說 re 你們 多謝謝 Yeah!